在街上總會看到麥當勞、721、OKED的連鎖店 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們沒有ED會怎樣呢? 現在日本地震後發現很多東西都中斷了 那我們是否應該反省呢? 其實我們是否果分依賴日本呢? 我認為香港是應該繼續和推行全球化的 因為雖然香港是依賴國外的來源 即是依賴日本最主要 但其實我們可以在世界各地進口 還有因為香港的地方太小 我們不可以自給自足 而且如果我們推行全球化的話 科技、金融、旅遊業等等的方面都會發展更好 如果我們不推行全球化的話 回到100年前的香港 我們如何面對由700萬人變成幾千人呢? 而香港也不能夠供應700萬人所需要的食物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水 因為水都是依賴國內的來源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我們一滴水都喝不到 還有我們就要自己更新 如果不全球化的話 我們的經濟、金融、旅遊業都會下降 經濟下降 所以我總結就是 香港市民認不認為香港應該越來越強呢? 是否他們希望是不斷發展 還是回到原點呢? 我今天 對,我不夠多 好,謝謝 好,有美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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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